嗨,我是路克 今天一起來看宇宙尋縮獨立卡匣 在這部影片,我會整理GNN與慶祝活動的內容 也會把官方實戰的細節補充進來 影片中只會有客觀的資訊整理 不會牽扯到我主觀給的評價 先看到兩張稀有卡的資訊 這次的大獎叫做蒙大拿 對檔技會讓人類與機械族成員吃到10倍的輸出倍率 與3倍的血量倍率 這兩個種族對所有目標的傷害還會有12倍的增幅 敵人受到的砲擊傷害額外4倍 宇宙尋縮成員進場CC-3 再來看到蒙大拿的隊伍技 先講前提,這張卡存在著變身系統 以下提到的隊伍技 是指變身前蒙大拿當隊長時會有的能力 在變身後有不少細節會改變 條件要求蒙大拿作為隊長 對於戰友沒有任何限制 閉眼無妙 進場後機械族滿行動 還會將全版添加為機械珠 消除機械珠時全隊4倍攻 全部的珠子兼具所有屬性珠效果 隊伍中每存在一個機械族成員會加3C 而且包含EXCOMBO 吸收燃燒傷害 將入境碰到的電擊、石化、凝結、爆破炸彈障礙解除 並轉化為火機械族強化珠 每消除一組機械族成員屬性珠 能回20%血 上限為100%對應到無阻 機械族成員開技時全隊輸出無視冰毒盾與恩屬盾 落足以機械族種族珠代替 第二部分的隊伍技 是蒙大拿作隊員就能觸發的 變身前後的蒙大拿對於點燃狀態的目標 會有額外兩倍的獵殺效果 第三部分的隊伍技要求讓兩種形態的蒙大拿 以及斯卡塔赫同隊 斯卡塔赫是這次獨立的二甲 分類是木屬性機械 讓他們同隊的時候 他們會有血攻回機值兩倍的加成 還是帶防守效果 而且斯卡塔赫會轉為火屬性 GNN的標點符號是錯的 但我們可以從官方實戰直播 判斷實際的觸發條件 之後看到蒙大拿的主動技 自彈卡是走EP制 技衣的EP消耗量是4 點燃敵方全體 只受影響目標轉為火屬性 而且敵人每回合都會受到火屬性傷害 對敵方全體造成3億點火屬性砲擊傷害 此傷害無視敵人防禦力跟強化盾 開氣時如果支撐滿行動 支撐5倍攻且輸出無視攻前盾與固定連擊盾 技術的EP消耗量是6 還原宇宙尋縮與機械組成員直行的碎裂位置 將全版轉化為強化珠 並將全版添加為機械珠 在開氣當下 如果已經累計手銷60粒以上的機械珠 還會變身 此時手銷機械珠數量會重置 蒙大拿在變身前後都有羈絆能力 分別對應到追打羈絆跟加速羈絆 要注意的是 這個加速羈絆能一次補充2.1P 之後看到變身後蒙大拿的資訊 隊長記得對象是一樣的 都是人類跟機械組成員 10倍攻、4倍血 對目標的額外倍率則提升為15倍 無條件增加8C 而且包含EXCOMBO 消除珠子時宇宙尋縮成員CD-1且EP-1 隊伍技改了不少小細節 但整體的概念是一樣的 閉眼十秒 全部的珠子兼具150%屬性珠效果 消除機械珠時全隊2.2倍攻 隊伍中每存在一個機械組成員 會加5C 而且包含EXCOMBO 吸收燃燒與灼熱地形的傷害 將入境碰到的電擊石化凝結 與爆破炸彈障礙解除 並將之轉化為火機械組強化珠 每消除一組機械組成員屬性珠 能回50%血 上限為100% 對應到兩組 全隊輸出無視拼毒盾與恩屬盾 落珠以機械組強化珠代替 此外,蒙大拿在變身後 點燃獵殺與4卡塔赫相關的連動效果都會保留住 再來看到蒙大拿在變身後的主動技 技術的ED消耗量是6 解除暴風與射擊一回合 移出全版的珠子 並掉落固定位置的無屬即興機械組強化珠 一回合內 支撐5倍攻 支撐輸出無視攻減盾與固定連擊盾 宇宙尋縮成員的輸出 還能無視使勁減傷抗性 技術的ED消耗量也是6 但GNN這邊沒比較清楚 還原盤面 並將全版添加為機械珠 一回合內吸收敵人的攻擊傷害 在開機當下 如果已經累計手銷60粒以上的機械珠 還會變身 此時手銷機械珠數量會重置 這個變身不是多段變身 而是雙向變身 如果有觸發這個變身效果的話 會變回蒙大拿變身前的樣子 也就是戰鬥機的樣子 蒙大拿在變身後的羈絆能力 跟變身前是一模一樣的 都會對應到追打羈絆與加速羈絆 再來看到這次的二獎 也就是斯卡塔赫 隊長技的作用對象 是資深屬性與機械珠成員 這張卡本來是木屬 跟蒙大拿同隊的話 則會轉為火屬 10倍攻 2.8倍血回 進關後機械珠增加50%行動值 消除隊伍成員屬性出時 全隊9倍攻 之後看到斯卡塔赫的隊伍技 首先是他跟蒙大拿的聯動 這在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再來看到他當隊長的隊伍技 他跟蒙大拿一樣是單邊隊長 岩石秒 拳尖拳 無視黏斧 機械珠成員的輸出 無視攻前盾與固定連擊盾 每消除一粒火珠或木珠能加低 且上限為50C 合機消除60粒以上的火珠或木珠時 能吸收敵人的攻擊傷害 入境前50步轉化為每次起手的強化珠 消除珠子後 首批掉落木珠 第二批落珠則是自身屬性珠 機械組成員開技時 全隊輸出是恩屬盾 消除的珠子數量越多 全隊能吃到越高的額外倍攻 上限為10倍對應到30粒 之後看到他的主動技 這招CD5 額外增加3列的珠子 就是俗稱的微劍效果 消除珠子後 首批掉落的珠子添加為加護珠 延10秒 解除人類與機械組成員的休眠與風壓狀態 此技能無視休眠與風壓敵技 一回合內 人類與機械組共回兩倍 這招還會隨著開技次數而增加效果 第二次以後 機械組成員的輸出 無視指定連擊反應與追擊靈化 宇宙尋說成員還能看分兩回合 第三次以後 敵人受到的機械組傷害兩倍 第四次以後 全隊CD-1且1P-1 羈絆能力是加C 解鎖對象是蒙大拿 首削他的角色珠的話能加戰機 再來看到這次的肥伯 這次獨立卡俠一樣是六張卡 結構也一樣是大獎二獎各一張 然後肥伯有四張 首先是克普樂 這招CD-6 兩回合內 首批落珠會是首削珠子的分布 再回合末 還會給我們動態的記憶盤面效果 機板能力是加速 再來是劳拉 這招CD-4 自身血量扣之一 一回合內 敵人受到的砲擊傷害5倍 一部一張敵技的傷害量減至0 隊長如果是機械組成員 還能迴避每個敵人的首次攻擊 機板能力是追打 之後是努亞達 這招CD-6 節制爆 還能在兩回合內 讓著熱地形的傷害減少80% 還會有儲存量150%的再爆發 再爆發傷害的屬性是火屬 傷害儲存量會在每次換層的時候重置 機板能力是加速與加C 最後是羅莎琳 這招CD-6 兩種蒙大拿與隊長 會以50%的輸出 追打無屬性與無屬性攻擊各一次 換到射擊位置的時候 仍可移動珠子 並對敵人造成傷害 隊長如果是宇宙巡舟成員 能讓兩種蒙大拿與隊長的輸出 無視14噸 效果持續是兩種蒙大拿與隊長沒有發動攻擊 機板能力是加速 最後看到這次的免費卡 首先是加碼 這張卡要靠機械組裝活動才能入手 製造CD-6 兩回合內只能消除首批的珠子 輸出的連擊單位提升100% 這個效果直約4倍增傷 發動機械組成員角色珠子 該成員進入兩回合抗奮狀態 有發動機械組成員角色珠 或擊斃敵人時不會扣減技能持續回合 機板能力是防燒 再來是希塔 維護後會開放他的挑戰任務 每次通關都能入手一張 製造CD-6 短珠時間延至20秒 光屬性與機械組成員兩倍功 無視瘴氣與黑洞 全隊輸出無視連擊相成盾 隊長如果是宇宙巡舟成員 他們的輸出能無視反手削盾 靠攻前砲擊或攻擊傷害擊斃敵人時 自身刺激-5 機板能力是加C 最後補充幾個小細節 首先是這次獨立10抽的專屬武裝 裝備條件是宇宙巡縮的10抽角色 充能條件是發動攻擊次數 三個被動能力分別是 閉眼2秒 開氣時自身2倍功 消除機械珠石 自身1.5倍功 三個融合技能則是 全隊1.25倍功 追擊4個CD冷卻中的 人類與機械組成員 cd-3 厭世敵人兩回合 再來是這次獨立的免費入手湯式 跟上次的罪夢清晨卡霞不同 這次獨立是有送抽的 維護後登入就能拿到一張 最後是這次獨立卡霞的相關資訊 這次獨立卡霞開放8週 一直到6月16日才會關閉 當初的PD也有提到這點 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次獨立的加倍時程也不太一樣 第一次加倍是卡霞開放後的前三天 第二次加倍跟以往一樣 是卡霞第二週的禮拜四到禮拜六 第三次加倍跟追夢清晨一樣 是卡霞最後一週的禮拜一到禮拜三 換句話說 開氣後的當下 就已經是機率提升的狀態了 以上是這次獨立的資訊整理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整理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